我们常说十次车祸九次快 开快车呢确实容易导致车祸 不过如果在某些特殊的路段 车开得太慢了也会惹祸上身 今天上午沪宁高速连接线杂道口 一辆大货车因为拐弯的时候 车速太慢了发生了侧翻 继续现场报道 上午11点 冷静沪宁高速连接线杂道口 这辆大货车歪歪扭扭的侧翻在弯道护栏边上 车厢内装载的冰红茶散落一地 这辆货车从徐州运送十几吨的冰红茶前往苏州 因为雨天路滑 司机一路上开车都很小心 特地放慢了车速 尤其是经过这个弯道口时 他一直都没整明白这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车速不快也就四十三十多 不快反正正常的就 反正不比车内的车差不多 在这个地方 它是坡道是有一定的斜度的 那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都认为 车子可能开得过快了 可能会翻车 那其实有一点 就是说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如果你车速过慢的话 它车子无法 车子的重心 无法抵抗它的坡度的地形引力 也会造成车辆货物的侧翻 加上可能 它货物自身的装载有一定的问题 事故发生后 火车司机赶紧在事故地段 放置了三角形的警示牌 不过由于距离事故车太近 不一会儿警示牌就被过往的车辆压坏了 这位老兄灵机一动 找来高速路边上的枯树枝 摆了一溜边 充当警示牌 可这效果实在是不咋地 交警感到后 将道路上摆放的树枝清理掉 并在车尾150米之后 设置了警示追捅 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 避免引发二次交通事故 没有按照规定在150米以后 放置警示标志 导致很多车辆 因为它是还有一个拐弯弯度 很多车辆过来以后 它没有及时的注意到这个警示标志 虽然这次特殊的交通事故 是因为货车拐弯车速太慢引发的 不过这个案例并不适用于小车 国庆长假期间 开车出行的小车驾驶员 经过类似弯道时 一定要按杂道线速标志 减速慢行 可千万别上演 飞车一幕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